小伙伴们安好,给各位小主请安 从今天开始,我们总结一下更直观,更刺激的一项路考部分 那就是在路面考试过程中,考官会问我们的三道问答题 每题一分,总分三分 发语听不懂,口语答不出,三分白白丢 但我会把我的考试经验融会到每一道题中 争取咱们听不懂题,也都能答对哦 Let's go 第一题,请指出调节车灯高度的按钮是哪个 一般是在方向盘的左侧 其实这个时候不需要我们说法语 如果法语不好,表达得不够清楚 那就指出来,只要指示对了就OK 第二题,为什么要调节车灯高度 这是为了不闪到其他驾驶员 因为如果我们后备箱里的货物装得比较重 这个时候前面的车灯就会太高 夜晚开车时车灯的亮度会闪到对面来的车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提前调低车灯高度 不要给别人造成麻烦 当然了,回答的时候只需要说 考官就会给分的 放心吧,不会为难法语不好的外国人 第三题,如何以及为什么要保护好交通事故现场呢? 可以通过可见的方式划定出明确广泛的一个危险区域 以便保护伤者和避免事故再次发生 法语不好的朋友,我们直接回答 delimiter la zone de danger pour protéger les victimes 这几个动词名词连接起来就是很完整的答了 其实呢,就是省对调,形容词,副词 但题目我们要能够听懂哦 第一问,把车内后视镜放到夜间模式 既然涉及到内部后视镜 那就演示一下在镜子后的按钮就可以了 这题也不用说话,只要能听懂就好 第二问,内部后视镜的夜间模式的好处是什么? 为了不让后面的车闪到我们的眼睛呢? 上一题是不要闪到别人 那这一题呢,是不要闪到我们自己 第三问,警报器如何广播SIB的报警信号? 它由两组不同的信号组成 一个是SNR,三个连续周期的变化信号 第二个是警报结束信号 这个是连续的信号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倒放视频重新听一下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哦 遇到这种题,听不懂不要紧 可以让考官重新再说一遍 他会慢慢说的 听懂缩写字母很重要 只要题目够熟悉 听懂缩写字母就知道是哪道题了 第一问,请把前方的雨刮器调到最快的速度 其实这道题就是让你指出来如何调节雨刮器 很多小伙伴一紧张就去掰车灯的调节器了 那就没分了 注意这个雨刮器调节在右侧,在右侧呀 车灯的调节是在左侧,所以不要搞错哦 第二问,如何知道雨刮器磨损了呢? 就是在下雨的时候 如果看见雨刮器刮不干净玻璃上留下的痕迹 那就应该换掉了哦 一般一年一更换 第三问,如何确定一位伤者的呼吸呢? 回答,看他的肚子和胸部是否有起伏 能否感觉到有气流的进出 人如果有呼吸,那么身体一定会有细微的运动 所以,注意观察伤者 以便给救援人员提供准确的信息 第一问,确认一下黄马甲 是否存在呢? 指出来黄马甲在哪里就可以咯? 一般放在司机的车门上 这个考试前确认一下就OK 看不懂题有情可原 但Gilet这个词 这几年在法国我们可是基本上每周都见的 所以呢,应该可以听得懂题哦 第二问,在车坏掉或出车祸的时候 还有另一个必备的配件是什么呢? 那就是三角警示架呀 一般呢,放在车后30米处 告知后面的车辆要小心慢行 第三问,如果需要紧急救出伤者 我们把它移动到哪里呢? 回答,把伤者移动到一个足够远离危险和后果的地方 这道题只要能说出来 Elaner du donje 应该就会给一分咯 所以,不要怕法语说不好 只要用自己的话表述清楚 就会得分的 记住关键词哦 第一问 请指出车辆的行驶证 也就是我们日常中所说的灰卡 当然了,复印件也可以 一般会放在车里的某个角落 或者你打开抽屉看一看就有咯 第二问 警察检查时 另外两个必须出事的文件是什么呢? 当然是保险和驾照咯 加上车辆行驶证 这三个非常重要 缺一不可呢 第三问 为什么要提醒救援服务要快速准确呢? 因为希望救援人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可以更准确地给伤者提供有效救援办法 这道题你能说出来 Aportez les moyens adaptés aux victimes 就可以得分了 记得熟读问题 抓住关键词 就能知道问题的大概意思咯 有小狗子沉皮在 不怕 慢慢来 下期见咯 爱你哟